早安 Hello everybody, Ladies and Gentlemen Today is October 8 Tuesday 早安 我看得到嗎 Hello everybody, Ladies and Gentlemen Today is October 8 Today is a wonderful day Hello everyone 今天沒有用英文講喔 英文不是很好 那還是用講中文 講中文要講什麼呢 講什麼 今天講的就是Page 1 Page 1 哇 這個很少講到暗民是英文的 大家早上好 掌聲鼓勵一下 終於講到喬記Page 1了 Page 1 No.1的一個 竹北市啊 裡面來了一個Page 1的建案 來 各位好朋友幫我們按讚分享一下好不好 這個真的很需要各位 在10月份的時候 光輝10月 發電哥的線上賞屋 看能不能達到 能不能達到這個 這什麼 這個訂閱人數超越800人 發電哥有一個YouTube的房地產直播頻道 拜託各位幫我們這個分享 連結 然後呢 訂閱 目前的訂閱人數已經來到了800個人了 各位 請看能不能 這個月能夠達到900個人 1000個人都好 好 好 好啦我們來 大家都來拿出你的手機 幫我們按讚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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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多換幾個喔 多換幾個 知識變現 黃金999 大新竹 英口 官埔重畫區 外國人在前 旅宅 校友 溫暖出北人 你今天不在喔 哇通通給他按 喔靠 欸 臉書禁止我再按分享 這樣就要麻煩你們幫我按了 好 好朋友 這個發電哥的線上賞屋齁 是在每週 每週 每週一到每週五 早上8點45分到9點15分 會跟大家來分享 竹北地區啊 最新的一個房地產的一個 呃 這個 內容啊 好 OK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喬莉Page 1 喬莉Page 1 喬莉Page 1 在安心國小正對面 安心國小正對面 安心國小正對面 大部分都是這個 三房的一個格局 是12坪三房的格局啊 那今天就來帶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 這個 他主要的 屏數啊 面積啊 還有他的位置 齁 跟大家來聊一下 好不好 這個 我覺得 呃 發電哥的線上賞屋的頻道 他其實主要就是 提供一些最新最即時的照片 為什麼我要提供這些資料 原因是因為 呃 有些朋友他可能還遠在外地 還在 其他的國家 因為可能新冠疫情 這個 還沒有辦法坐飛機回到台灣 可是 呃 你的確有想要在台灣 或是在新竹 多買一套 屬於你自己的房地產 所以發電哥就利用 這個臉書的功能 直播的功能 提供各位一些 在新竹地區 竹北地區 房地產的一個相關的一個消息 以及新聞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那 僑立Page One 就在新竹高鐵站 距離大概就 兩三公里這麼近的一個地方 那 他旁邊的一個環境 我們用這張地圖來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新竹有幾條重大的一個交通動線 包含 中山高竹北交流道 新竹系統交流道 北二高瓊陵交流道 六十八快速道路 貫穿竹東以及南寮 還有 省道 一號省道 那 連接新竹市跟竹北市最重要的一個道路呢 就是自強南北路 有的經國橋 那最近林思民立法委員也積極的跟交婚部長 還有這個我們的蘇貞昌行政院長 來爭取我們連通新竹市與新竹縣的 紅線跟綠線的這個大眾的這個軌道運輸系統 不過當然不是那麼容易 不過目前啊 我認為竹北跟新竹中間還缺一兩條橋 如果能夠把 把譬如說裝進北路 裝進南路 再開一條橋到哪裡 到台肥 公道五路的台北 然後呢 呃 這個 譬如說 加封南北路 再開一條橋 連通公道五路 我覺得 這 這我們在 在去園區上班的經國橋上 就不會塞的那麼痛苦了 那 安興國橋正前方的橋立 Page One這個 今天這個案子啊 就發令科跟大家來 分享一下它的地理位置 好不好 好 呃 喜來登各位知道吧 全新竹就有兩家五星級的飯店 第一家就是喜來登 第二家就是國賓大飯店 那國賓大飯店是 是歷史最悠久的 那喜來登飯店呢 它是 風衣集 風衣集團 風衣建設啊 在竹北 光明六路交流到下來啊 一個知名的指標型建築 那根據我們竹北 竹北這個 厲害的啊 百萬財經部落客 Jerry分享啊 這竹北大圓百商圈的一些預售案 在2020年的預售案 包含 椰林啊 喬莉啊 赴宇啊 大宴啊 這些案子 當時我們在 今年年初還在想說 呃 一瓶要賣30萬 哇 呃 賣得上去嗎 沒想到還供不應求 啊 很厲害齁 這個今年 新冠疫情在全球發燒 已經 這麼多人 受到影響啊 沒想到 房地產 反而逆勢上揚 呃 安新國小 正前方這個 僑莉的心態 叫做Page One 呃 它 距離啊 自強北路 非常近 那到了光明六路之後 你可以選擇往竹北高鐵方向 或者是遠白 或是竹北交易道方向 啊 交通上面 其實都很不錯啊 其實整個竹北 交通動線是很好的啊 就在竹北交易道下來 安新國小 正前方這個僑莉的心態 旁邊是什麼 是時代花園大象 以及 啊 背後呢就是 椰林董厚 椰林董厚 那僑莉Page One呢 這個大部分都是三房的一個格局 其中呢 A A A戶型啊 總共幾個戶型 A B C D E F 總共有 A B C D E F 總共有六種戶型 大部分都是在43屏到48屏中間 都是三面採光的設計 三面採光的設計 所以它整個 採光上面是相當不錯 那我們從周邊的這個動線看一下 整個竹北的發展 可以說是日新月異啊 這個一直都有新的大樓蓋起來 昨天跟朋友來分享 這個蛋黃區跟蛋白區以前是在桃園清浦 在做徵收的時候 我們會討論到蛋黃區跟蛋白區 後來慢慢這個概念 這個概念呢 也出現在我們講 其他房地產的一些議題上面 不過它主要其實是講就是地段啊 我們不是常說 房地產最重要的就是三個重點嘛 第一個地段 地段 都是跟地段有相關 都是跟地段有相關 那整個新竹縣市來說 那竹北因為在20多年前 新竹縣政府決定來到竹北市 來設他的縣政府 所以他就帶動了很多的公共建設 在以前竹北沒有交流道 只有新竹市的光復路交流道 就是我小時候竹北是沒有交流道的 我們所有人要迎娶 要嫁女兒要娶媳婦 都要走光復路交流道 然後走省道 連經國橋都沒有 我記得以前我們要去科學園區 要先下到千甲裡 然後再爬一個很高的坎 從頭前溪要上到新竹市 它是一個落差大概50公尺的一個坎 所以有人叫竹縣 新竹叫竹縣 那個縣就是一個坎的概念 後來在我念大學的 大概25年前 那個經國橋才蓋上去 接下來竹北就進入快速發展 這20年竹北進入一個 飛速發展的一個時期 橋裡Page One這個案名 它叫做第一頁 書翻開來第一頁 這個預售案在哪裡呢 在竹北市石新路一段 以及莊徑七階 位於安新國小鎮對面 待會發電哥跟你分享一個 為什麼要買橋裡Page One 以及憲政三期的關鍵因素 我也有實際拍照給大家看 旁邊是大圓柏隱城洗來燈 洗來燈有了 大圓柏呢 快蓋好了 2021年上半年第一季就會開幕 那隱城呢 隱城就是龍祥隱城 在哪裡呢 在洗來燈正對面愛因斯坦大樓 愛因斯坦大樓旁邊是樓下是星巴克 華南銀行 對面是麥當勞 這邊會有一個影城 樓高十層樓 一二三樓是可能停車場 三四五樓就是一個賣場跟電影院 然後上面四五層樓 通通都是停車位置 那規劃的很像新竹圓柏旁邊 那一個那個書院的停車場 總規劃的橋裡Page One 是十九樓高 地下三層 純住宅大樓 沒有店面 沒有店面 都是規劃四十 這個四十多坪的一個山房 採用櫻花儲具 美彪衛運 我們今天早上帶大家從 周邊來進到橋裡Page One這個 基地的位置 我們沿著 沿著石心路 穿過自強北路 右手邊就是 安心國小 安心國小 再往前走呢 就來到了 我走個三百公尺 左手邊就是 橋裡Page One的 基地位置 已經在開挖了 右手邊就是安心國小 正前方比較高的這個地方呢 就是 時代花園廣場 它的背後比較矮呢 叫做 椰林董厚 在沿著石心路 我們可以看到 不管是椰林賞 椰林局啊 椰林董厚啊 椰林董厚啊 這些通通都是 通通都是排隊建案 真的是排隊的 在竹北 買房子要排隊 有些知名建商 都是如此操作 那今年度啊 新竹縣跟新竹市 都有好幾個建案啊 叫做一日玩銷建案 例如說 新竹市呢 金亞重劃區 有一個叫做 竹慶經驗 四十多戶 當天 三小時 開賣 他以為是賣 好吃的便當 不是 他不是賣便當 他是賣一個七八百萬 八九百萬的房子 不是 一千多萬 也是三小時賣完耶 這個 這個 不知道怎麼講 反正 方連哥曾經統計過 成功國中學區周邊啊 包含 紅竹流金 富格律 中越地院 中越黃院 玉美學成功大道 這個玉上井 或是這個 太瑞郡啊 還有這個 這個藍亭序 這周邊加加起來 兩千戶電梯大樓 竟然只有不到二十戶 拿出來銷售 這個概念就是 這概念是什麼 百分之一不到的房子 在市場上銷售 可是 竹北的 根據台電他們統計 就是點燈率啊 有百分之十五是沒有點燈的 就是我們講的空屋率 有十五Percent的 沒有點燈的房子 竟然只有一個Percent的 一個Percent的 馬來西亞人喔 這個 黃志成 黃明志 趕快從馬來西亞 買機票來台灣找 發電哥買房子 在馬來西亞 一個Percent的房子 拿出來賣 竟然 而且有十五個Percent的 這個 房子是空屋 那其他百分之十四的房子 是買來幹嘛 就是買來投資啊 買來自產 那為什麼要買來投資 買來自產呢 原因很簡單 因為放銀行更差 現在台灣的銀行利率 只有 不到1% 0.8% 存100萬 一年只有8000 存500萬一年 還是只有8000 因為你存500萬 它利率再往下調 你500萬放銀行幹嘛呢 拿來買Patch One 所以把錢準備好找 發電哥買房子就對了 Patch One旁邊是一個建材行 後面是董厚 椰林董厚 為什麼叫椰林董厚呢 發電哥跟你們分享一下 因為發電哥是講客家話的 講客家話的人一聽到董厚 董厚是什麼意思 原來就是動活的意思 那你知道椰林董厚科大將是什麼意思嗎 就是動醬的意思 就是很漂亮的意思 你看董厚就是很好 動醬就是很漂亮 那命名真的是很有藝術 所以我這個 這插畫 我們今天不講椰林董厚 我們講Patch One 講喬莉 那喬莉另外一個案子在哪裡 喬莉另外一個案子也是英文名字 叫喬莉 喬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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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的意思 喬莉 Patch One已經在開挖了 他的那個地樁 已經插下去了 旁邊是 這個安清廓橋周邊 我覺得他很特殊的地方 有幾條路 旁邊都是 有一條小河在裡面 然後兩邊種滿的 小葉桿 小葉懶 小葉懶人數 很漂亮 那安清國小的屋頂上的 太陽能發電系統 也是發電科 差不多在五年 四年多前去安裝的 到現在為止 他仍然持續的在發電 上禮拜發電科 還特別跑去安清國小找 找總務主任跟校長 去確認一下是不是 整套系統他還持續在發電 安清國小他的招牌寫 安如磐石欲逃禮 百年樹人置業 新若燈塔引學子千里 起航初心 很讚耶 發電科以前也是在小學裡面教書 後來因為 參加了這個 這個 一個活動跑去大陸 然後就回來就跟校長說我要辭職 校長我還記得我校長說 你好像腦袋有問題耶 人家都要考試進來學校教書 你竟然工費分發 還要辭職才交兩年 那你還另外兩年工費怎麼辦 那你就要去賠工費啊 後來我是真的拿了十一萬台幣 跑到台北師範學院學務處 跟他說不好意思我已經辭職了 我要來賠償那個工費 因為以前我們念師範學院工費是不用錢的嘛 然後每個月每個學期都還有書籍費啊 然後還有一些雜費會 會匯到我們帳號 可能是匯到我們帳號 但反正念書是不用錢的 然後還分發我們到偏遠小學去 後來我就教了兩年就不幹了 就沒當老師了 不要誤人子弟 好 安心國小設計的很漂亮 這個色彩很多種色 好像是彩色的一個學校 那Patch 1就是安心國小正前方啦 就我們今天發電哥要特別介紹這一戶呢 就是ABCD低洞的四樓 它是低洞四樓 它面向十新路 旁邊的就是裝進七階 位置非常好 位置非常好 好 那在橋立Patch 1有哪一些有競爭力的一個建案呢 就是它旁邊的鄰居 包含了 河石建設 依序 還有時代花園網場 還有椰林董後 那未來呢 這個橋立Patch 1 十九層樓高會超越 超越椰林董後 就在這個位置 就在這個位置 那周邊還有誰呢 竹峰樹海 已經在做公設的部分了 外牆啊 紙鑽都貼完了 它就安心國小的旁邊 竹峰樹海是竹峰建設新建的 單價三十五六七 三十五六萬左右 那是四五萬三十五六萬 看樓層高低 還有一些座項 那這是椰林董後 那旁邊這個叫做 心不發巨人 心不發巨人跟雙血院目前的入住率都很高 因為它是兩房三房一些格局 那橋立建設它在今年度啊 開工 今年好像是五月開工的 預計在兩年後 這十九層樓的大樓 即將會完工來家屋 這是隔壁鄰居叫做 時代花園廣場 我的直覺是它的樹種很不錯 它的一些圍籬跟綠化 因為我覺得有水準 有水準 對 謝謝金樹哥 這個 前方這個時新路 時新路 橋立Patch 1 它這個建案 在銷售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它做到了一些 比較差異化的一個行銷方法 它在這個基地上面 它搞了一個公園 所有人都以為這是一個公園 然後上面還有一個小房子 放了三隻小豬啊 還有一些鹿 放在上面 後來沒想到 它就是橋立Patch 1的建築基地啊 它那個草皮做得好漂亮喔 你絕對會以為那是一個 我下次找照片給你們看 我有拍下來 這前方的時新路 左右兩邊都是小夜懶人 所以在這邊走路啊 散步啊 我可以說是一級棒 我們從這個第一 第一洞啊 就是橋立Patch 1 朝石新路這個方向 我們往右手邊看 這就是往自強北路的一個方向 後方呢 就是椰林董後 門牌 莊敬七階95到109號 那橋立呢 這個Patch 1的位置 就在莊敬七階 以及石新路一段 那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莊敬七階的橋 到底什麼時候會改 莊敬五跟莊敬六的橋 已經通了 分別莊敬五是連通國賓大越對不對 國賓大越的興建的過程當中 莊敬五階的橋 就開通了嘛 對不對 那莊敬六階的橋呢 那什麼時候開的 就是幾乎同時間 那現在沒有開橋的只有莊敬七跟莊敬三 那各位 莊敬三這條橋 好像有流標幾次 那有施工能力的朋友 趕快去標這條橋 這條橋標起來之後 是貫穿大圓百以及線山 那後方還有群星阿莫 也在莊敬七階的一個路上 那我們沿著莊敬七階 我們現在講到 想要去橋裡Page One周邊的生活便利性 沿著莊敬七階 我們往風財五二零未來的這個商場方向前進 左手邊的全家還有全聯 還有一些小餐廳燒烤店 還有鹽酥雞阿還有薑母阿還有 還有一個洗車場 這條這後面有兩三家洗車場 包含這個洗來燈洗車場阿 喜樂洗車場阿 那喜樂洗車場是我一個六家國中學弟開的 很有生意頭腦耶 他就在敦煌餐廳的老闆阿 他就在這個喜樂 這喜樂就是他開的 你看還結合一些餐點阿 各位如果要去喜樂阿 吃飯阿 聯絡一下法庭哥 我們幫你打個折是沒有問題阿 這在勝利十一路上面 好 今天法庭哥也要講一個關鍵阿 喬立直的各位買的原因是因為 莊敬七階這個要喬 各位我認為在二到三年內肯定會開通 當他開通的時候他會連接風財520 當他開通的時候他會連接風財520 那我們沿著莊敬七往南走 還看到賦與雙學院 這就是這條橋 這莊敬七的橋 還要再往前開通 這肯定要開通的 這個是莊敬六的橋 這個是莊敬五階的橋 而莊敬五的橋是連接國賓大樂 以及SKY ONE還有這個城峰會 還有劉心A加7這些案子 這是國賓大樂的一個大廳 所以國賓大樂他一蓋好八百多部 他馬上就搞了一條橋出來 這個交通交通整個都提升起來了 那我們目前跟喬立 喬立還有拼的幾個案子 市場上還有在賣的 但是量體也不多了 例如說高峰會 高峰會在莊敬北路門牌上面 那這個是莊敬三 目前還沒開橋 流標了幾次 我覺得這條橋應該很快就會開通 這條橋一開通就連接著 國賓大樂 德星A加7一直通到竹北大園板 竹北大園板 這條橋一通啊 這旁邊的一個房價也好 生活便利性都會再往上拉起來 就是莊敬三路這一條橋 OK 那我們再說一下我們喬立PageOne的學區 目前的學區肯定是安心國小 國中呢就是勝利國中 所以國中在什麼位置 在AI智慧園區 莊敬北路旁啊 所以如果你是在AI智慧園區上班的 你是在大響容器或者是旺系 貿系歷程 台原科技園區上班的 這個沿著石新路 你就可以回到家 回到喬立的家 這是目前AI智慧園區現況正在開路 我想很快新竹縣政府會 會辦理大型的招商會 會吸引很多 這個廠商入住 除了高峰會之外呢 竹峰建設的QMAX竹峰真好 也如火如荼正在興建 它的成交價大概會在35 36 37 它曾經開價40萬 但是流失一些訂單 不過我認為它在 它應該會站穩36 7 8的位置 36 7 8的位置 因為在大圓百的加持下 它是非常有機會 AI智慧園區的勝利7跟勝利8 它已經有一條新橋已經開通了 已經開通了 那大圓百已經在拆圍裡了 真的明年2021年的上半年第一季 應該非常有機會 非常非常有機會 開幕 開幕 那我們從喬莉出來 假設我們不坐高鐵 我們開車 右轉 我們喬莉出來之後 我們左轉石新路 再左轉莊晉北 一下子就來到竹北交流道 一下來到竹北交流道 很快就上竹北交流道 那希望發現一個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這個喬莉啊 對各位有幫助 如果有幫助的話 請你幫我到YouTube頻道 就發電哥房地產直播頻道 幫我們訂閱一下 看今年啊 10月11月 能不能我們衝破 我們訂閱人數來到1000個人 這個低棟四樓的房型 跟大家來最後來做一個介紹 三房兩聽兩味的一個格局 兩面採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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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共有A B C D E F 三部電梯 六戶人家共同使用 兩支安全梯 然後每一戶都是兩面採光 A兩面採光 B兩面採光 C兩面採光 D兩面採光 E兩面採光 F 通通都是有雙面採光 然後他的一個廁所 全部都有對外窗 有通風孔 非常非常的一個 非常棒的一個設計 好 喬利Page 1這個案子 那個發電哥現在手上 有一兩戶可以提供各位來參考 所以各位如果有需要 這個設計安心國小學區 以及勝利國中學區的 然後又有三房的需求 我覺得 這可以提供你一個 呃 參考 這個 開價目前開價大約是 三十多萬 那總價一千七百六十八萬 可以溢價 不過溢價的空間幅度不高 那希望發電哥今天的 喬利Page 1的一個 呃 這個專輯啊 是符合你需要的 發電哥每週一到週五 大概四十五 八點四十五到九點十五分 都會提供大新竹地區啊 兩百個劍難的一個 資訊